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下罗汉松茅树的一个选机条 很多朋友一位很多人在西平安里面留言 我是人在西兴跟我说 因为家里面种了一些茅树 不要怎么样去选机条怎么样去剪 它剪错剪坏 我们今天的话就拿季科来给它去再说一下 怎么样去选机条 季科是茅树一直没有修剪 但季科树的话 因为一级上去的话都是有一些小机条 像这种小机条 我们已经有了距离 先不要去剪它 保留着它 以后的话就是打顶修剪 像这些的话已经修剪过了 然后上旅线给它压机 像这种的话压下来 就是压下来 然后到顶端我们去看上面的 上面的话很多的机条都是密密麻麻的 以及到上面都是很多机条 书上的话我们又在这些机条里面去筛选机条 像这些的话很多密密麻麻的 我们可以减缺点 像鸡干的话 我们只要可以剪掉 像这种剪掉鸡干也剪掉 这就是选机条 在多的机条情况下 我们可以选可以剪掉 保着上面 上面的话这里面的话保着有细塔 细个机条 这个也剪掉 一定有距离 这样子去做成人塔 顶端这些的话 好比现在上面已经来了三塔了 我们在上面的话 这两个重量不要 这两个不要 顶端的话我们可以去掉顶 这些的话我们就给它打平 剪平 因为我们不要它长高了 就是控制它的高度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做成顶端的一塔 这样子削长了以后 我们可以用铝线 给它做成一个半圆的 一个圆形的 就可以了 顶端的这些机条的话 就不要 让它再长出来 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顶端 让它平长 做一塔 上面底下的机条的话 同样像这种的话 我们是打顶过的 我们再给它削减 削减打顶 然后用铝线给它压下来 像这个机条一样 像这个机条一样 它长出三根芽 这个可以保留一下 从上面一直下来 往下压 这个机条的话是保着平长的 用铝线上铝线 我们待会给它拿铝线来 过来给它看一下 怎么样去上 像顶端这个我们已经剪平了 但是这两个机条的话 我们要给它这样靠拢 所以上的话上一根铝线 给它靠拢 用铝线来固定 靠拢 这里面的话就变成顶端的一塔 这样子靠回来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 像它生长出来的话 就变成一塔云产了 这边这个机条同样也要上 这样子上的话 平长了以后 它根据这个轮廓去剪 感觉这个高了 这种顶端高了 再给它剪短 因为让它长出的嫩芽以后 是平长的 这个铝线的话就留在这里 没事的 这边的话是这样子 平的 全部给它平下来 这就是顶端 一个顶端 可以看一下 到上面的机条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上面这一塔机条的话 我们可以只想用挂钩 挂钩往左根方线挂 把它拉平衡 拉平衡就是让它一个平衡的生长 到时候取开这个挂钩 这个机条的话是平的 包括这边的话都是一样 我们同样也是做过挂钩 挂过去 这样子的话 用挂钩来做的话 它的没有那么生坏这个树 这样子把它拉下来 基本上 基本上每一塔都是这样子拉 这边也是一样 同样也是做过挂钩 挂上来 这样子可以的 再到上面这三个塔 上面这里的话 同样也是一样 我们是找个挂钩 往下挂 把它拉平 给看一下 像这样子拉平 拉回到左根 这样子可以的 我们保着每一塔 每一塔每一层是三塔 如果机条多的话 我们可以剪掉 像机根的话 我们可以不要 这边有一塔 这边有一塔 保着有三个机条上来 这边的话 同样也是找个挂钩 保着平衡 这个铝圣 长的话 我们直接给它挂上去 挂到这边来 挂到这边来 把这边 这个机条挂上来 往下拉平 拉平衡 每一塔都是这样子 都是拉平衡 到时候跟着这个平面去走 去剪 这个也是一样 现在我们全部给它打顶 上面是两塔 机条 三塔 同样也是三塔 这个挂得太近了 我们可以不要 同样剪鸡条 保留上面这两塔 这个剪掉 这两个机条的话 我们给它拉下来 这个是挂钩式 这边这个也是一样 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 全面的话 都控制它的一个平面 让它往下 往平面长 看上现在的话 整体的 整体的是这样子的 现在全部上完履线以后 每一塔我们就挂了 就等它每一次的修剪 顶端是平的 顶端的话 我们现在修剪 已经平面了 可以看到 然后下来的话 每一塔 这一塔 这边这一塔 是平面的 然后的话 根据它的一个长出来以后 就修剪 一直到上面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 毛树的一个修剪 然后上履线 做简单的一个造型